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米老鼠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影片是理想国后美好时代 阿妮是电视台的花旦主持人 凭其动人的嗓音和美丽的外表 阿妮拥有很多粉丝 但是阿妮是个很柔的姑娘 她不想被人评价成花瓶 她想用实力去证明自己 阿妮的助理嘉美终于成了电视台的外情记者 阿妮很羡慕嘉美 她也想出去跑新闻 而不是当个没有感情的念稿机器 可嘉美就不这么认为 如今她能得到这份工作 其实都是靠阿妮 嘉美三年前应聘电视台被无情拒绝 还是因为女博士意外相拥了她 嘉美隔三叉骨就会找女博士报告 最新的报告就是 阿妮现在越来越具备自我意识 她也很怀疑自己记忆是否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原来阿妮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类 她是女博士创造的虚拟AR人物 为了让阿妮可控 所以女博士她们把阿妮控制在电视台里 阿妮身边的所有人 都是她们提前安排好的 甚至就连记忆 都是她们提前收入好的 如果阿妮出现任何问题 她们就会立刻把阿妮程序删除 这不会让女博士她们有任何的损失 借阿妮情绪不稳 女博士给她灌了很多心灵鸡汤 这让阿妮振作起来 又开始打起精神 做起了新闻主播 阿妮口中的新闻 是一个不现实的美好世界 在这些新闻中 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大家烦恼的事情 但真实世界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有人被拆迁办折磨的日夜难受 有人因生计所迫 天天干着重活 好多人跑到电视台门口抗议 嘉美无奈地安抚大家情绪 却意外晕了过去 等嘉美再次苏醒时 那些人早已离去 而网络根本看不到这些事件 所有的一切都被电视台所掩盖了 阿妮不懂为什么嘉美 要做这些假新闻 可嘉美真的很无奈 她们全家都生活得十分艰难 尽管这些假新闻 让她良心不安 可为了全家能够吃上饱饭 她没有其他办法了 阿妮得知了嘉美的真实处境之后 将求嘉美带她外出去看看真实世界 在外面 阿妮看到离根新闻完全不同的世界 新闻报道那么美好 但好多人根本吃不饱睡不好 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阿妮很受触动 女博士将阿妮带了回去 告诉阿妮 这个世界需要一些虚假来掩盖 不需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真实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阿妮找去了嘉美 去揭露电视台的真面孔 可真实新闻 还没有上传完 阿妮就消失了 原来女博士找人删除了阿妮的程序 嘉美很是难过 阿妮就这样为了正义而消失了 嘉美临危受命 成为了下一任的电视台主播 然而嘉美 报道的第一条新闻 却是 阿妮拥有反社会人格 不适合继续生存于这个社会 女博士被大家将她删除了 是否还在继续 善良的阿妮为了正义而死 可活在当下的嘉美 却选择做一个虚伪的人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米老鼠电影 下期节目突然精彩 小伙伴们记得关注收看哦